是,我再說說油股 Clappy想問883 他說還有沒有機會衝上呢? 那他已經賺了一點 就是在想搜還是家住 不過他沒有說自己的脈 我想賺了一點 那應該還有其他 暫時持有的 都可能有些利潤在手 但是我覺得有利潤 當然在這些市況是先恭喜 還是先是好事 但是我覺得又不需要太過進取 雖然我覺得你這些市況來說 你選擇油股這些商工股 其實是一個挺正確的板法 或者股份 因為剛才提到就是 二番近期唯一做得比較好 就是金油這些相關的資產價格 所以金股、油股 近期相對算是比較強 或者在一個逆線裡面 發揮到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但是剛才也說到 就是這些因素可以來得很快 甚至乎油價 昨晚都會比較明顯的 由高位計 還有始終我想 另一邊商 除了局勢 大家覺得比較經驗短暫影響之外 都要小心還提防著 就是譬如美國那邊 可能石油儲備那些因素 都有機會是再釋放的 因為昨晚其實也有一些消息 是說這些動作的 因為始終另一邊商 也要考慮美國 或者環球性自己的通脹問題 所以我想去到這些位置 你有貨可以 或者有利用 當然可以拿著它 始終整個小海油還是漂亮的 但是不要說是這些位置 那麼深紅就再加住 因為會比較擔心 就是高位的波動性會比較大 因為其實你說海油 我想這些位置再升上去 唯一的因素 都是靠油價 因為如果撇除油價以外 其實你過去一些業績好 特別息好 回購好 我想在股價都反映了七七八八 其實如果假設油價不是能夠再升 反而是會波動一些 其實對油股或者海油 都會在高位置有些反覆的可能性 所以我想現階段你可以拿著 但是就不太建議拿著 反而我覺得如果向下 真的要定一個比較明顯的離場位 就是20天線 如果真的明確跌穿九個七樓下 逐步逐步可能減一下磅 或者吃點蝌鮮會比較好一點